武松最打奖人神 帮助世恩崇拜了快活力 武松也由此开始了 他人生中最悠闲快活的一段日子 可是一场突如其来的过步 竟然让武松被打动了死囚了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事情 让武松刚刚开始的美好生活 再一瞬 上海电视大学中文系 宝鹏山副教授 为您讲述 宝鹏山心说水湖 武松系列之 在线罗王 宝鹏山心说水湖 武松最打奖人神 帮助世恩崇拜了快活力 通过宝鹏山老师细致入微的分析 我们知道了 实际上武松的这一最打 也充分展示了武松的激情 魅力和个性 但同时也指出了 武松很黑很暴力 武松替世恩出头 只不过是一种以暴制暴 并不是像他自己标榜的那样正义 那么接下来武松会怎么做呢 他会怎样对待蒋文神呢 今天 宝鹏山老师将通过武松的又一段离奇的经历 为我们揭示武松性格中的哪些弱点呢 自信 自尊 自大的武松 又怎么会是一个全力欲很强的人呢 上海电视大学中文系 宝鹏山部导号 为您讲述 宝鹏山心说水湖 武松系列之 再见罗王 谢谢大家 在上一讲里面呢 我们讲到 武松啊 痛打了蒋文神一顿 然后呢 要求蒋文神 逼着他 去把快活您的那一帮有头有脸的众位豪杰全部请来 请到蒋文神的酒店里面来 向诗人陪话 实际上也就做一个仪式 交接仪式 蒋文神要把这个酒店重新交还给施恩 那么这个时候 正好施恩也带着几十个君汉过来了 于是一起都到了酒店里面坐下 大家一起吃酒 几杯酒过后 武松开始说话了 这一段话说的非常有性格 他说 众位高龄都在这里 我武松自从在阳谷县 杀了人 被配到这里之后 我就听说 快活您这个地方 这个酒店 原先来是 施恩小管营 营造的物与等下买卖 没想到 让蒋文神 一世豪强 公然多了 你们 不要 猜想 因为小管营是我的主人 告诉你们 我和他并无干涉 我从来只打天下不明道德的硬汉 如果我路见不平 我一定会八刀相助 我死也不怕 今天 我本来 要一顿拳脚 把这蒋文神打死 就此除了一害 可是我看在众位高龄的面上 我且留他一条性命 但是 我今晚就叫他 离开此地 偷外府去 不许他 再在这个地方论便 如果不离开此地 我再撞见时 锦阳港上的老虎 便是 模样 我们来看看他这一段话 我说刚才讲了 这段话特别能够看出武松的性格 也能看出他此时的心理 第一点 武松开口说到他在阳谷县杀人 闭口又说到他在锦阳港打虎 这一段话开头 以杀人开始 以打虎结束 为什么他要这样讲 是要向众人表明他的身份 在他看来 无论是锦阳港打虎 还是在阳谷县杀人 这都是他的光辉履历 第二点 他向众人表明 并不是因为 施恩小拐人是他的主人 他才为他出头 而是因为他路见不平 所以要八道相处 这实际上 我们说 是给自己做一个辩解 但是我们说 这个辩解 做的是很 不像 很没有说服力 有一点不打自招 甚至是欲盖弥彰 那么武松为什么要这么辩解 我说这是出于他自己的心理需要 他很担心别人说他 因为施恩是他的主人 他就做他的打手 如果是这样 那么他这次行动的正义性就受到了别人的怀疑了 他的形象也就没有那么光辉了 所以他一定要做这样的一个辩解 还有第三点 更重要的一点 我们有没有注意到 我刚才讲的时候 这一段话里面 每一句话的开头 都有一个主语 我 我从杨古县来 我听说什么事 我路见不平 我要八道相处 我命令蒋门神 必须到今天晚上就离开 不然我见他一次 我就答他一次 每一句话的开头都是我 这让我们的感觉是什么呢 就是简直就是平治天下 谁我欺谁 我要怎么样便是怎么样 云云众生 那我就是主宰 武松自信 武松自大 武松自尊 在这方面都表现了出来 但是更重要的是 表现了武松在这个地方 他体现出他的一种强烈的权力欲 我们说在人的欲望里面 权力欲望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烈的 也是根深蒂固的 是普遍存在于人们心目之中的一种强烈的 那么武松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有权力欲 在他的这番话里面句句都有我 实际上就是要表示什么呢 他在支配别人的时候 自己所得到的快感 所以这番话我们甚至可以讲 就是武松在宣布 我武松时代到来了 从此以后 我是这个地方的统治者 暴力是权力的一种最极端的形式 武松就是通过自己的暴力 实现了他在快活林的支配权 所以他的这番话说完之后 快活林的那些所谓的头面人物 也都点头称事 为什么 一个新的权力中心来了 大家只能点头称事 然后又纷纷的 为蒋门神向诗人批不试 蒋门神怎么样呢 那更是羞残满面 又怕又恨 又觉得很丢人 打得必须脸肿吗 而且武松还警告他 你今天不走 我今天就打死你 所以他又害怕 连一准备车子 带着他自己的那一个 脾气特别好的小老婆 就离开了孟州 到哪里去了 不知道 我们以后会知道 那么从此以后 施恩 重开店面 开张九四 崇拜快活林 为了把以前的损失补回来 施恩的买卖 比以前增加了三五份利息 什么意思呢 就是施恩以前像这些店铺 赌方 对方的老板们 包括那些来往的妓女们 所收的保护费 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到五十 我们从这些经商的这些小老板们 还有这些对吧 妓女们的地产来看 武松到底做了一件什么样的事 不过只有一点是确定的 在这件事情里面 最大的赢家 是施恩 而施恩之所以能赢 是因为靠了武松 所以施恩也把武松 当爹娘一般的来对待 那真是感恩戴德 在爆棚山老师看来 武松虽然帮助了实际 但是通过这件事情 也充分显示了 武松实际上 也是一个权力运用很强的人 他能够最打奖人神 来树立自己的威信 宣布自己的组治权 似乎到此 武松开始直来运转 而且现在 一个更好的机会 摆在了武松面前 武松会拒绝吗 为什么爆棚山老师 从武松态度上 看出了武松大人的想象 死都不怕的武松 又怎么会是精神上的武大郎呢 爆棚山老师这样说 有什么依据呢 一个月之后的一天 武松和施恩 正在店里面坐着 先坐说话 看着是很快活 每天都有人送钱来 他们就在酒店里面 武松喝酒也再不用买单了 也不用到酒店去了 反正就在酒店里住 就在酒缸旁边 是很快活 可是就在这一天 孟州首遇兵马都界 张蒙芳派人来 所谓的兵马都界 也就是当地的军事最高长官 张蒙芳派了几个人 来请武松 张蒙芳派对武松讲啊 我听说你是一个大丈夫蓝子汉 很仗义 英雄无敌 敢与人同死同生 我很欣赏 现在我手下就缺这么一个人 你愿意不愿意 到我的身边来 给我做一个贴身的随从 武松是什么样的表现呢 武松当即跪下 马上称谢 小人是一个老臣淫的囚徒 若蒙恩相抬举 小人当执鞭随顿 服侍恩相 我们看这一句话 我们又一次看到了 武松的大人的小样 武松确实是个大人 是个英雄 是个好汉 是个豪杰 没有问题 但是呢 他经常会露出他的一些小样 就是很没有出席的地方 只要当权者 给他一点点的颜色 他马上就感恩戴德 感激替您 恨不得干老徒弟 所以此人的小样是什么呢 经常你会看到 武松的一些禅媚 一些讨好 一些巴结 一些卢也 还有一些媚故 这就是武松的小样 说的好听一点 我们说这叫吃软不吃硬 是知道感恩戴德 感恩戴德不一定是个贬义词 但是说的难听一点呢 那就是一欲全市 他的骨头就软了 在此之前 我们已经见过很多次了 在杨古县 因为县令对他好一点 他马上 也就对这个杨古县的县令 感激替您 甚至为这个县令 送贪惠之物 上东京 为他打点 为他牧生观 在孟州的劳成营 也就是这个监狱长 这个管营 施恩父子对他好一点 给他吃了几顿饭 给他喝了几次酒 他马上也就摆面膏 化为绕纸柔 不惜以自己的这样的一种 大丈夫大英雄的身份 去给别人做打手 那么现在张萌芳 张都健 让他做他手下的一名亲随 说白了 也就是一个保镖 他就如此感激替您 马上表态 要安前马后 服侍恩相 并且一口一声 自称小人 自称自己是囚徒 所以我们说 在中国的这样的一个传统的社会里面 这个不光是武松一个人的现象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面 无论你是多么大的英雄 然后无论你碰到多么小的怪 你马上就泄气了 你马上就成了狗熊了 就不是英雄了 这样的社会是很可怕的 像武松能够空手打老虎 那算是人中之节了吧 但是一个小小的县力 一个小小的监狱长 一个督剑 马上就可以让他几乎立地矮了三尺 武二郎就变成了武大郎 所以我们说 在全世界的面前 武松是精神上的武大郎 是人格上的三寸钉虎术匹 我这样讲武松 不光是武松一个人 可以讲在中国的传统社会里面 绝大多数人都是这样 所以责任不在武松 他在什么 在于体制对社会的控制太严密 这是另一种形式的 柯震猛于虎 武松都敢打老虎 但是他在体制面前 他一定是非常温顺的 为什么 体制比老虎还厉害 这就是中国的传统社会 那好 从此 武松就在张杜介家里面诉协 就住在张杜介的家里面了 而且早晚张杜介都不住的 来喊武松进房子里面 吃喝 然后来还让他在自己的家里面 穿房入户 随便进出 把他看作亲人一般的对待 秋天来了 此时已经进入秋天了 他找一个裁缝来 给武松彻里彻外的做秋衣 衣食住都给解决了 而且因为张蒙方 张杜介非常信任武松 有很多想巴结张杜介的人 也可以 也开始走武松的门路了 有很多想让张杜介给他办事的人 也开始托武松来说情了 而且张蒙方还真的非常给武松的面子 只要是武松来求他的事情 张蒙方全部都答应 无有不一 你求了一次武松 武松跟张蒙方一说 事情办成了 一传十十传百 大家都知道要找张蒙方办事 那你就找武松就对了 武松成了张蒙方的大红人 既然成了张蒙方的大红人 所以很多人开始巴结武松 有很多人会给武松送金银 送钱财 送衣服料子 财帛断皮 送的多了 武松没地方放 就上街买了一个扭腾箱子 把这些东西都装在箱子里面 我们说这可以说是武松的第一件家具 时光任然 很快的到了八月中秋 在这一天晚上 张都街竟然让武松 像家人一样参加了他的家业 喝到高兴的地方 张蒙方 大叫大丈夫饮酒 何须小杯 换大钟来 然后取了这个大钟钟 连珠剑把他劝武松喝了好几杯 这几杯下去 武松就喝到半醉了 武松这人一旦喝到半醉就忘了礼塑了 然后就只顾痛饮 他也真的就忘了他自己在什么地方了 忘了自己什么身份了 那么这个时候张都街叫唤他家里面的一个养粮 所谓的养粮 就是他家里的一个比较贴身的丫鬟 叫做玉兰出来唱曲 而且这个张都街对这个玉兰说 今天没有外人 只有我的新妇人武都头在此 注意此时张蒙方给别人介绍武松 第一不是外人 而是心服之人 而且还称他以前的官职武都头 只有他在此 你就唱一个跟今天晚上的情景相合的曲子 来给我们自足信 那么这个玉兰就唱了一个什么曲子呢 唱了一首苏东坡的水调沟头中秋词 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 明月几时有八九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确实是可以说死清死紧死曲 真的是诗情画意 而且他真的是唱的武松此时此刻 真的是不知道今夕是何夕啊 更不知道此时此刻这身边的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了 不过到这个地方我还得点一下 作者安排玉兰在此时此刻唱苏东坡的水调沟头中秋词 不光是为了印尽 因为中秋词实际上是苏东坡在中秋节这一天写的一首怀念他的弟弟苏哲的词 此时苏哲已经和他的弟弟十几年没见过面了 所以很想念他这个弟弟写了这首词 作者在这个情节上安排玉兰唱这首曲子 实际上也在不动声色的给我们写出了武松内心中的深爱巨头 武松有没有兄弟啊 有啊 可是呢 已经死了 点出了在一派繁华背后的忧伤感怀 也激起我们对武松绅士的巨大的通情 武松确实很可怜 武松确实需要有人关心他 确实需要有人爱护他 那么这个张都界如此关心他 如此爱护他 那不是很好吗 确实非常好 武松本来父母双亡就一个大哥 大哥又死了 现在成了个孤王 武松确实需要重新建立一个家庭 需要有一个天人之乐 所以夏文马上就讲到了 张都界对武松说 这个玉兰姑娘 不光是歌唱的好 而且女工也很好 如果你武都头不嫌低违的话 数日之间 我把它许配给你 让你做个七十 所以你看整个的情节的进展 非常自然 到这个地方我们感觉到张都界真好 真让人感动 武松就更感动了 马上起身 又向张东方拜了一拜 准备小人何宅之人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总敢往恩相的宅卷为妻 网自折了武松的草尿 我们看这最后一句话 我们听得很耳熟 就是在此之前 老管颖 就是施恩的父亲 要施恩拜武松为兄的时候 武松也说了这样的话 现在又是一个网自折了武松的草料 我们看武松有的时候 骨子里面他有什么 自卑 所以我刚才讲了武松在一般的情况下表现得极度自贞 非常自信 非常自大 甚至有一些狂妄 但是他的内心里面实际上是自卑 这一年载之间正好是一个封闭的脸面 尽管武松经历了那么多的痛苦和波折 尽管他深知权力社会的黑暗 但是一旦有机会置身其瘟的时候 他还很希望能够得到体质的承认 武松小心地维系着这耐之苦的生命 而且似乎他也真的可以这样过下去 但事情真的能够像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顺利 对于张都坚这种异不寻常的关心 保护上的事又有什么独特的见解 我们常常讲人生得以知己主义 如果张都坚能够真的是这样关心武松 尊重武松 武松为他干劳徒弟 武松为他安前马后的效劳 我们说也无可厚非 就是从武松的这一方面来看 那么从张蒙方这一边来看 张蒙方张都坚这样对待武松 然后得到武松的赤胆中心 这也是一个上家的选择 武松在当时你把他放到全国的范围之内 他都是一流的战将 所以说张蒙方有武松 从攻的方面来讲 他得到了一流的战将 从私的方面来讲 他得到了这样的保镖 这真的是一个上家的结果 可惜的是张蒙方没有这样的福气 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有这样的境界 我们常常说小人总是得知 但是小人永远不会得到福气 那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小人没有境界 为什么这么讲 我们往下面看 当夜的三更十分 武松正要脱衣 要睡 只听到后花园里面 后堂里面一片身的叫喊 有贼 武松一听张都坚对我这么好 他家里有贼 那我能不出去抓贼吗 就提了一条哨棒 就奔出去了 走到后堂门口 就看到了个玉兰姑娘 玉兰姑娘慌慌张张的对武松说 有一个贼 奔入后花园里去了 那武松就直接又冲到后花园里去了 在后花园转了一圈 根本就没有看到任何贼的影子 他再转身回来 就在黑暗之中 一条凳子抛过来 武松又不小心扮在凳子上摔倒了 就在这时候 走出七八个军汉 一齐都在喊 抓贼 就在地下 把武松安住 一条麻绳就把他捆绑起来 武松大叫啊 是我 那些军汉们根本不容他分说 实际上他哪里知道啊 知道是你捆的就是你 这个时候 唐上是灯烛火 灯火通明 张都见已经坐在厅上了 一片深的叫 拉将来 这七八个军汉 一步一棍的把武松打到了唐上 武松一看到张都见就马上就说了 我不是贼 是武松 知道现在武松还在梦中 他不知道张都见早就住在这 而且等的就是你 张都见一看到武松 马上变了面皮 脸色就变了 然后就开始呵骂武松 你这个贼佩军 注意称呼啊 贼佩军 本是贼眉贼眼 贼心贼干的人 以前一直说她是大丈夫 说她是英雄 现在 脸皮一变 就变成了什么呢 贼眉贼眼 贼心贼干 贼佩军 全变了 就是变色龙了 不过到现在武松呢 还不知道他是被陷害的 他还以为这是一场误会 所以嘛他又赶紧辩解 相公 不干我的事 我是来抓贼的 怎么到把我当成贼给抓了呢 我武松是顶天立地的好汉 不干那样的事 可是张独坚哪里会听他便说呢 张独坚又是一顿和吃 你这丝修赖 且把他押去他的房里 搜看有无账物 于是这七八个人又把武松推着嗓着 带到了武松的房间 就看到了那个六条箱子 打开箱子 上面是衣服 再把衣服给拉开 下面赫然的就是 金银酒器 就是刚才武松跟张萌芳 在鸳鸯楼上喝酒的那个金银酒器 大约只一二百两银子 武松看了一眼 目瞪口呆啊 他根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于是这一帮军汉 又把这个箱子抬到了厅前 张独坚看了以后 又是对武松一顿痛骂 贼配君如此无礼 脏物正是从你的箱子里面搜出来 你如何赖得过 常言道众生好度 人难夺 什么意思 人啊 真是很难看得穿啊 原来你这丝外貌向人 倒是有这等的情心受干 这句话讲得真好 作者这一句话讲得好 讲得很妙 妙在哪里呢 妙在这一番骂武松的话 张独坚骂武松的话 正是张独坚自己的火血针 外貌向人 却是怎么呢 勤心受干 用张独坚的口来骂张独坚自己 这就是水浒传的妙处 这个时候武松大叫冤屈已经没有用了 当天晚上就被张独坚 关于在他自己家里的机密房里 因为第二天要把武松要解到孟州府去审讯 要判决 所以连夜张独坚就给人 就派人给孟州府的人送钱送财物 上上下下都使了钱都打点好了 次日天明的孟州知府坐厅 左右的人把武松押上来 赃物也抬上来了 这个知府一看 一句话不说 和您左右 先把武松捆起来 捆起来以后 知府就说了 这个家伙 这司啊 原来就是一个远流的配君 这样的人怎么会不做贼呢 一定是一时建材起义 不用说了 现在张正也很明白 我们也不要听他胡说 只顾与我着力的打 什么话别说了 给我痛打一点 一声宁下 那些老子 那些狱族 拿起刑具 就是披头竹片 鱼点一般的打将下来 我们来看一看 君汉在抓武松的时候 是不容武松分说 张都街在骂武松的时候 也是不容武松分说 知府在审讯武松的时候 还是不容武松分说 君汉不容武松分说 是一步一棍的打 张都街不容武松分说 是一口一声的骂 知府不容武松分说 给武松的是鱼点一般的 披头竹片 为什么不容武松分说 因为不要说 无需分说 要你说什么 你要说的大家都知道 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 大家要你说的是什么 是大家要你说的 而不是你要说的 为什么对你又是打又是骂 就是要让你明白这个道理 就是要让你说出 大家要你说的话 那么武松会不会明白这一点 那么武松勤之不适话疼 只得驱招 说本月十五日 一时建财起义 置业趁势且驱 驱招了 认罪了 我说这就对了 这就是大家要你说的 你这样说大家才爱听 那么什么叫秦直不适话疼 那就是武松明白了 当初武松到孟州劳成爷里面 要打他一百个杀威棒的时候 武松一点都不怕 今天一打就招 为什么呢 不是今天的武松 不是当时的武松 是往日的武松 不知道武松不顾就是个武松而已 武松也是血肉之躯 不是通交铁柱的 而且 往日的一百个杀威棒 目的也不顾就是杀杀威 而不是要你的命 并且数量也是固定的 就是一百瓣 今天可就不一样了 首先今天是没有定数的 要打多少 不知道 一直打到你明白为止 你不明白也可以 那就一直打到死为止 那你是明白还是死 在今天来做一个选择 那武松还算聪明 那算了 我选择明白吧 所以取招了 那武松这边招供也有了 供次有了 招物也有了 所以这个昏亏的知福 他就知道自己已经把案子审清楚了 所以很自信的得出个结论 这次正是建材起义 不必说了 还是不必说了 取 加来 把他定上 建下 从头之为 这个案子都不必说 然后老子就取过长家 把武松就加了 并且把他压到死丘牢里面 建建 注意 是压到死丘牢里面建建 这个金生探在这下面批了一句话 他说 何止丘牢呢 糊涂可笑 就算是武松偷了东西 也不会偷了一二百两银子 也不是死贼 怎么这个老子这么糊涂 就把他弄到死丘牢里去了呢 所以这个金生探说 这个老子 就这个玉族很糊涂很可笑 我们说这个地方 根本就不是这一个老子糊涂可笑 而是你金生探有一点糊涂 老子一点都不糊涂 为什么 因为老子很明白 知府就是要让武松死 他哪里糊涂呢 一点点也不糊涂 那好 现在 武松被取打成招 并且被压入死丘牢里 那么下面接着的 等待武松的又是什么样的命运 我们下一讲再讲 谢谢大家 张独剑设计陷害武松 买通孟州之府 将武松打入死丘牢 武松危在胆息 被鲍鹏山老师称作黑帮老大的诗人 会搭解武松的性命 而鲍鹏山老师又是因为什么 语出惊人的称大宋王朝为更大的黑社会呢 而在这过程中 宝鹏山副教授又将对于大宋王朝的上上下下 做出怎样一番语出惊人的评点 为您讲述 宝鹏山新说水虎 武松系列局 大闹飞云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